第1個效應 房企、金融、地方債形成完美風暴 恆大被清盤就意味著中國房地產景氣非常不好 中共也只能撒手不管 所以接下來各大房企的庫存會更難賣出去 而房企的債務就會更難償還 而這些還不完的債務 最後就會變成銀行的壞賬 變成金融機構的負擔 還有房企運營困難 就不會再跟地方政府買地 地方政府就會收入短缺 全中國有超過92萬億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債務 就一樣會變成壞賬 會壓到銀行的身上 也壓到承包商和其他產業的身上 所以接下來中國的金融機構 要承擔房企的天文數字債務 要承擔政府的巨額債務 還要承擔許多人民還不出房貸的個人債務等等 所以接下來房企、金融業和地方債 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完美風暴 湧罩全中國 甚至可能會引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也就是中國版的金融海嘯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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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